8月14日,据NBA知名记者Chan Flanien,最近报道, 火箭就像,周期的前队友布莱恩特韦伯已经正式和三冠王热火队,达成了撞会协议,25岁的韦伯是2015年的落选秀,短短三年里已经为灰熊、热火、勇士、黄蜂和灰熊五支球队向力过了,2016-17赛季,韦伯为勇士打过7场比赛,场均6.6分钟,能拿下2加1加1的数据, 上个赛季在火箭队,韦伯打了13场比赛,场均9分钟也是2分1个篮板和一次场断,韦伯曾多次赛垃圾时间和周期,一同出展,记者扑火箭即将或加盟NBA三冠王,上赛季一直和周期并肩打垃圾时间 报道指出,这次微博和热火达成了一年合同,微博将得到部分的保障,不过考虑到运火对目前人满为患,全队薪资更是高达1.5亿美元,开赛后微博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话, 他很可能重蹈覆辙,代表球队打上机场就被踩掉,对此,球年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,人很不错,不过篮差了点,不然不会不被火箭留下来,当时莫雷是把他当做狗哥的替身的,可惜投篮确实不行,我记得这个好像挺喜欢给周期穿球的,可惜了。